D 後面沒彎 這個地方就是 接下來就是你們丟嘛 丟的時候 手 剛剛講往外 如果你真的不太會往外,你就順著 往上接,不要往頭後面接就好 因為有些人是小手,沒關係 就順著這邊接,小手你們就這樣做就好 就這樣 往外 往外 懂了嗎? 因為你只要稍微有躺 你往外接,頭碗就不會濕 而且比較不會痛 而且你如果真的沒有躺,那硬插 你等一下就會覺得頭碗超痛的 你自己要小心,如果做小手的 如果你做往外的啊 你看我如果往外的 可以往外的,看我做平拋 我只要用力甩,接都會死掌 會變這樣 很往外 覺得你的手要學會更快 等一下覺得你把它練 接手要比 腳快這件事情 因為有些人就是因為我明明手 摔很快了 為什麼我接到還會掉下來 因為就是真的是接太慢 真的 你覺得很快了對不對 這蛋真的很慢 尤其是走叉 走叉最容易發生的這種事情 因為我們那時候練很常會這樣 一直這樣 我明明超躺的 然後丟 還一直這樣 尤其是會這樣吃蘿蔔 對不對 因為我們丟的力量明明往上飛 但不夠快 對 所以你要學會 手甩一手 甩一手 對 手要學會往外甩去接 然後配有這一段 因為大家會可能會集中到這邊 一丟的時候就忘記了 所以你要集中一下你的思緒 對 把這件事情做 好 這小手可以再一次啊 好 OK 好 可是小手就沒那麼個兩拋一拳 你可以看得出來 對 因為它很垂直 很難拋 撈到這些事情 小手是撈比較低 還是撈比較高 對比較高啊 所以才會 我才會說 變換的話會比較好 因為它都長不這樣 哇唷 欸蠻輕的欸 不錯欸 很好欸 太垂直了 對不對 所以你會移不了第二顆 因為你垂直的話 因為會往上丟 就會越來越高 小手拋最難練就是練拋 你大家移重心很難移 因為我以前有練過怎麼移 所以我才會丟比較多顆啦 因為你太高的話 你的下半身這邊比較不會動 會變成太這樣子走 會變太這樣 對對對 所以就會變成剛剛那樣 第二顆會出來 會有點快手轉 小手拋比較難練 去拋是對人 因為你要很刻意 一直走對不對 要很刻意一直轉 要很刻意一直轉 轉腰 對 它會更難做 對阿 那就要因人而異喔 你自己看你喜歡 想先把那個練出來 因為我自己覺得 這沒有一定答案 就是你自己要去調整 說不覺得 我練大的比較快 這小手比較快 然後你練出來 你還是覺得你自己喜不喜歡 因為我那時候練 因為太高了 因為太高了 然後Compo很難接 因為小手拋 它就是因為太高了 所以 安拋是沒有力量 它沒有速度 大家接什麼 跳轉拋 是好接的啦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啊 這個很好 這個很好欸 最後一個 你剛剛不是有吸住那邊 那邊就是對了 可是丟不出去 沒關係啊 先不要丟啊 先不要丟啊 因為你要掌握到百分之百我到這邊 就是我真的知道我自己在幹嘛才會丟 對 然後這邊最後的手有點稍微掉下來了 對 要把屁股跟腳那邊要維持在上面 右腳往下撈 再往上 對 對 這個很好 這個是對的 你這個躺有躺到 因為你剛剛不小心丟的時候就往下 不是往外面 或是往上 就是 左手再遠一點 對 因為你變成直接這樣往下擦 你剛剛丟的時候變成這樣 不是這樣子進去 對 你一定要會往上 往上丟 往上丟然後往外面 甚至這樣接動回來 不能放空喔 你要現在急痛會要失去 因為他是動作縮了一起做的 他沒有那麼分段 你一分段就會甩下來 走了 對對對 你這樣練都會變比較好 因為開始少到電話時間點 縮 好 好啦 原來還是腿子 但你接比剛剛原本好了 因為比較死了 再斜一點 喔有點往回了 有點往回了 對 你倒立一下 要抓這一段 抓這一段 收腳 收 對 好 抓這一段 這樣就好 找這一段 你要找這一段 然後一二三丟 喔唷 先讓你的手接到是死的 最重要 你想著膝蓋這一段 要往下再往上就好 你往下這邊的時候 其實不是轉 就丟了 就先丟 不要等真的到最上面才丟 因為你會變手轉 左腳也要縮喔 所以是這邊整個壓 你不用他不是壓到底 他是順著這樣子進來而已 對就這樣過去而已 他沒有壓扁 因為你剛壓扁了 他沒有動力跑 哎呀 哎呀 定為自己了 對阿 他的頂肩膀其實有點跑掉 因為他這樣戒的東西 害我的身體形小不過 喔唷 有耶 再大力一點 左腳再大力一點 你記得剛剛那個感覺就好 剛剛上一個感覺 然後再全力一點 對再來 再用全力一點 再全力一點 然後再把高度往上平 OK 這個力量沒有 用力一點 好啦差一點 等一下休息一下 現在開始講著你要拋風 一開始練 你稍微重心去拋風什麼都很正常 你要先讓他成功 你才有機會去往下練 我們都這樣撞出來喔 軸拋跟拋都是先 撞這邊 然後還有撞膝蓋 先撞個幾次 真的 然後開始越來越推 越來越用力 就真的開始變好了 超好 對 阿瑞再晚一點丟 等這一段 這一段 這一段往上推 上來的時候才丟嗎 對 應該說你大腿開 直接會用力往上的那一瞬間 就剛好是丟 不能等上去才丟 這樣就太慢了 往下囉 來 美麗 來 一二三丟 然後 要找這一段 他會配合這個 一起往上 對 那是 這裡 對 對那邊 那邊往上丟了 因為你剛剛這邊已經都轉開了 這邊就是往上飛的瞬間 我看到我這種倒立炮會很明顯 這樣 你看我老腳會往上 往上 哇 就是要找這個東西 然後你看我就按縮腳 你看 也會有一個往上 對 就是你們要找這一段 不行這樣 頂上去的時候 就要往順的那一種 對 你們剛剛還記得你們不是浮的嗎 會 往上撈 很用力撈的時候腳聲很自然 不是 不是自己會跳起來 就是那段力量 這邊就往上了 就剛好丟 所以你們只要盡量做就好 因為一開始不會拉那麼完美 像我那樣 那真的是因為我拋會很久 我才躺到那裡 撈 右腳往下撈 你如果不知道要怎麼往下撈啊 你就想著你的腳先要削到地板 你的腳就沒有卡了 沒有往外 左腳沒有往外卡 我說我要刷地卡好了給你們看 要這樣 刻意一點 刻意了 其實不用真的想說他刷到 就是你要真的想往下撈 因為都會強迫讓你先 學會往下 再往上 因為我只是一張小箱 因為他就可以往下撈了 往下撈 對 對啊 這樣力量會上來啦 然後左腳要再卡 往下撈 就是左右比較難卡 對 所以你要去調整說 我能撈的極限在哪裡就好了 對 因為你往下撈的時候其實你的腰都可以跟著 這樣轉 你這邊是困著過去的 對 還有你的往下撈的力量是來自於你的左腳 因為我已經先跑這一段了 對 等一下我們拿 那個臭牛沙舉例好了 我們不是走這一段 走這一段 走這一段你的撈腳回來 往下撈 可是你如果變這樣 是不是像跑 這邊就夾得住了 對 告訴你什麼 前提是你的左腳一定要先走 右腳只是順著 開到最下面再往下撈 開到就是你覺得撈最舒服的位置 對 對 因為你是 大拋不是 像他的小手拋 就是你要縮腳的話 就不需要那麼瞎密 對 你要走這一段啊 一模一樣 對 你會做拋就會變這樣子 你會往下撈 會轉換不過 對 這樣就好了 這很漂亮啊 有 對對對 形狀正好 想著右腳膝蓋往下 往下縮 先往下撈一小段 再縮就好 往下撈一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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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會想著說 你忘記我們剛剛 你不是有練草力全開嗎 你一定要有全開這一段啊 全開這一段 然後再往下撈 縮腳 好 對 你掃了全開那段 那軌道會怪怪的 所以你才縮不到位置 你剛才是想說 縮腳就是靠膝蓋這樣 這樣就會變成純粹轉角 沒有跑那個半圓 全開這一段 對對對 有沒有剛其實轉的很舒服啊 對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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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